失业率被低估了吗 历史表明失业率大概率会飙到8% 今天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的最新调查 调查汇总了各路经济学家对美国未来经济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合理吗 接着我们来聊聊欧洲央行 今天欧洲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 官员们担心未来可能只会降息一次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然后就是台积电和Netflix的财报 AI投资还值得乐观吗 那么就开始今天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全线下挫 这次倒置领跌跌超1% 纳斯达克和标普版都跌超0.7% 小盘股罗素2000也跌了1.85% 从板块方面就可以看出 今天几乎是全线溃败 除了能源板块小涨0.33%以外 期待板块全部下跌 意料板块大跌2% 非必需品 金融和材料板块都跌超1% 消息面上 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引起美股的下跌 各大媒体的头条 更多是聚焦在拜登的选举上面 他面临退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上来我们先来聊经济 华尔街日报今天公布了他最新的记录调查 调查采访了各路经济学家 来了解他们对目前美国经济的判断 那么未来美国的经济究竟微不危险 软热的预期有动摇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 现在的美国经济只是在正常化 并没有大问题 增长放缓不可避免 但基本的预测都是在1%到2%之间 从图中的红色虚线就可以看出 这其实就和美联储长期的趋势水平基本一致 从预测的趋势上看 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个二季度会比较高 然后三四季度会小幅放缓 到了2025年再重新提速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经济学家们也比较乐观 他们现在平均的预测 认为失业率只会稳定在小幅高于4%的水平 最悲观的是Panthea Macroeconomics的预测 他们认为失业率会显著升高 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会超过5% 下半年会超过5.5% 直到2026年才回落 而还有不少机构认为 现在的4.1%应该就是这轮经济周期里面 失业率的高点 之后会逐渐回落 降到4%以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 各路机构对失业率的预测还是比较集中 基本上都在4%到5%这个范围 颜色越深的区域 就是更一致的区域 这里面 阿吉就需要指出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失业率的表现 从来都不是这么走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 每次失业率一旦飙升 幅度都在4%以上 也就是说 按照历史规律 未来如果失业率要恶化 有可能会飙涨到8% 不过也有例外 那就是94到95年的软着陆时期 当时的失业率从高位回落 之后一路下行 最明显的一次上升 是95年3月到4月 从5.4%上升到5.8% 涨幅仅为0.4% 这就要低于我们这轮周期的涨幅 那么你认为 我们这次会像95年一样平稳过渡呢 还是像历史那样再度飙升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阿吉认为 在软着陆的预期下 失业率飙升的概率不大 但现在的失业率也很有可能被低估了 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令人安心 这一点 美头君在我们主频道的最新视频中 有详细分析了原因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回看 在通胀方面 主流的预期也是会继续回落 但有意思的是 经济学家们的平均预测 暗示今年下半年 通胀不会再改善了 反而有可能小幅回升 这就值得质疑一下 首先 上周的CPI数据显示 住房通胀已经开始放缓了 如果未来环比涨幅 持续地维持在02%到003%之间 那么光是这部分 就足以支持未来通胀回落 而这是个大概率事件 其次 汽车保险也包含了过去两年的影响 随着整个汽车供应链恢复正常 未来有望持续放缓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 经济学家们可能告过了通胀的顽固程度 那么综合上面的数据 我们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观察 那就是经济学家们 对于失业率有低估的风险 而对通胀顽固程度 则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这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说 就意味着降息幅度 超预期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么通胀回落得更快 要么失业率意外上升 两者都有可能触发美联储 更快更大幅度地降息 可是如果这样的走向发生 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并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通胀快速回落和失业率上升 都意味着经济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这可能会让上面的经济增长 无法保持在1%到2%之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 如果是因为经济有问题 导致美联储更快地降息 通常都意味着美股要经历下跌 而今天的初领失业金人数 又再度高预期 为24.3万人 而预期是22.9万人 上周的数据则上调了1000人 为22.3万人 续领失业金人数则为186.7万人 高预期的186.3万人 创下2021年11月来的新高 这些数据表明 劳动力市场在进一步的恶化 失业的人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阿吉认为 随着美联储降息临近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 经济的风险在上升 我们看到各种消费者报告逐渐放缓 看到失业率在上升 而美股大盘又处在历史高位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采取某种程度的防御措施 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 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风险 都是相对短期的 降息和软着陆仍然是市场的共识 这对股市来说 会是个持续性的利好 所以短期的风险 反而对长期投资者来说 会是个不错的机会 接着我们来聊聊欧洲央行 今天欧洲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 利率保持在3.75%不变 符合预期 明明欧洲的通胀比美国低 经济也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不降息呢 我们就来看看 欧洲央行这次保持不变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欧洲央行的声明写道 数据广泛支持了委员会 之前对通胀中期的展望 但与此同时 本土的物价压力依然偏高 付通胀高企 迷你通胀大概率 到明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未高于目标 最新欧洲的通胀数据显示 6月的通胀进一步下滑到2.5% 低于上个月的2.6% 其中芬兰和意大利通胀最低 都低于1% 比利时和罗马尼亚通胀则最高 都超过了5% 从类别上看 去能源的通胀 为2.8%和上个月持平 服务通胀继续保持在4.1% 也是两个月没有动 这样的通胀数据 并不支持欧洲央行进步的降息 行长拉加德在记者会上就指出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 展现了惊人的韧性 所以允许央行 可以等到最佳的时间降息 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数据 来提供确定性 彭博就引述知情人士称 现在欧洲央行的官员们 越来越担心 今年可能只会再降一次 而之前他们就暗示过 央行也许可以再降两次 这就让9月份是否降息 再度蒙上了阴影 知情人士继续说道 官员们不想投资者 认为9月份的降息已经确定了 让官员们犹豫的关键 就是这次服务通胀没有下滑 一直处在4.1%的高位 拉加德对媒体就表示 多项指标显示 欧元区工资水平 正在朝着相当高的方向发展 这并不令人意外 近期通胀飙升后 市场就预期 工资会迎头赶上 最新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的薪资 在第一个季度就同比上升到5.3% 而上个月是3.1% 服务端依然存在通胀压力 然而虽然官员们开始犹豫 但各路机构们却还是很乐观 汇丰的投资策略总监 就认为欧洲央行 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相当的高 他就指出 美国这边有很多前降性的指标 显示工资增长放缓 6月份 美国的CPI通胀意外下行 这些就为美联储降息打开大门 而这就限制了欧元的下行压力 会帮助欧洲通胀回落 德意志银行的首席 欧洲经济学家就表示 欧洲央行正在朝着9月份降息的方向前进 他认为 欧洲央行将一些通胀的数据 解释为一次性的因素偏鸽派 整体趋势还是朝着2%的方向走 所以这个犹豫的报道只是个噪音 阿吉就认为 这段时间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大增 就缓解了欧洲央行的压力 起码为未来降息提供条件 这是因为 如果美联储保持不变 而欧洲央行继续降息 那么欧元就会对美元贬值 让欧洲的进口商品变贵 而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的大宗商品 特别是石油 是以美元计价的 所以有推升欧洲通胀的风险 现在美联储也准备降息 就降低了这部分的影响 不过 我会倾向于认为 欧洲接下来降息的步伐 可能会比较缓慢 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巴黎 准备举行奥运会 这会给欧洲带来大量的游客 可能会让短期的通胀变得顽固 这值得注意 下面我们来聊个股消息 今天台积电和Netflix都公布了财报 那么他们各自的财报表现如何呢 首先来说说台积电 台积电可以说是业绩全面超预期 财报显示 公司的记录营收为 6735.1亿新台币 同比大涨到40.1% 高预期的 6575.8亿新台币 净利润为 2478.5亿新台币 同比上涨了36.3% 以高预期的2388亿 其中 先进制程 也就是7纳米以下的芯片 占到了营收的67% 高于上个季度的65% 3纳米和5纳米的出货量扩大 分别占了营收的15%和35% 毛利率则为53.2% 高预期的52.6% 在3纳米产能爬坡的情况下 还比上个季度提升了0.1个百分点 我们都知道 对芯片行业来说 越先进的芯片 利润率越高 所以台积电 在更先进制程的芯片出货量上升 对业绩来说是个好消息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副总监就预计 2024年全年 3纳米制程产能将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 未来3纳米的占比会持续扩大 进一步支持台积电的利润率扩张 从平台来看 HPC 也就是高性能计算 或者说数据中心 占比最高 高达52% 环比大增了28% 反映了AI芯片代工持续强劲 智能手机业务则占了33% 但最重要的是环比跌幅显著收窄 从上个季度的负的16% 变为负的1% 这里面就肯定离不开苹果的影响 前段时间 苹果就称 自己预计iPhone16的出货量 在苹果智能的加持下 可以上涨10% 达到至少9000万部 高于iPhone15的水平 于是在iPhone的提振下 台积电的智能手机业务开始复苏 指引方面 公司预计三季度 营社会在224至232亿美元之间 并上调了全年的营收增长预期 从21%到26%这个区间 上调至24%到26% 毛利率预计在53.5%到55.5%之间 运营利润率则预计在42.5%到44.5%之间 这个季度为42.5% 进一步佐证了台积电 下半年的利润率 会在先进制程的提振下稳步扩张 公司CE魏哲嘉在财报会上就说 我试图保持供需平衡 但现在不行 目前需求搞得我必须非常努力 才能够满足需求 供给依然非常紧张 起码会贯穿2025年全年 公司希望到26年 供给端能够缓和一些 公司还说 计划在2025年开始量产2纳米的芯片 目前进展不错 符合预期 三季度 公司依然会受益于强劲的AI芯片需求 同时智能手机也会不错 整个2024年 会是台积电强劲增长的一年 在资本开支方面 台积电收窄了预计的区间 从原来的280到320亿美元 改为300到320亿 其中780%将会投入先进制程 魏哲嘉还说 不排除将更多5纳米的产能 改为3纳米 因为3纳米的需求太高了 RG认为 这次台积电的财报 无疑是非常亮眼的 这进一步证明了AI芯片的需求 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年底 对整个AI浪潮是个好消息 也减缓了昨天 SML指引偏地的负面情绪 不过即便这么好的财报 也没有能够扭转 今天整体科技股的抛售行情 今天股价开盘涨超3% 之后下探 一度又跌超3% 到了下午再拉了回来 最终小幅上涨 如果说昨天大跌 还可以归咎于 地缘政治风险 还有芯片制裁的消息 那么今天的下跌 无疑说明 整体科技股的抛压 就是非常大 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市场对科技股的财报 会有更高的要求 财报但凡出现什么瑕疵 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特别是AI方面 这值得注意 然后我们来看看Netflix 今年盘后股价 一度跌超7% 之后转涨 财报显示 公司记录营收为 95.6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17% 高预期的95.3亿美元 美股盈利为 4.88美元 以高预期的 4.74美元 其中 北美营收为 43亿美元 高预期的 42.8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7% 欧洲中东和非洲的 营收为 30.1亿美元 同比下跌了1% 也略低预期的 30.2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 营收则分别下跌了 3%和6% 不过如果排除 汇率贬值影响 拉丁美洲应该 大涨24% 运营利润率为 27.2% 高预管理层 上开季度指引的 26.6% 用户方面 公司全球付费用户 上涨了16.5% 为2.77亿 高预期的2.74亿 广告套餐用户 则同比上涨了34% 单外用户营收为 11.53美元 略低预期的 11.69美元 这是公司最后一次 公布用户数据 在上次财报中 Netflix又宣布 要停止公布用户数据 引起股价大跌 管理层说要聚焦在 营收 运营利润率 和用户使用时长 认为这样更好 阿吉当时就不同意 管理层的这个改动 用户数据 是Netflix最重要的数据 没有质疑 管理层此举 无疑是让投资者 对其透明度增加了质疑 指引方面 公司预计下个季度的 营收为97.3亿美元 同比上涨13.9% 这就低预期的98.1亿美元 但运营利润为27.3亿美元 高预期的25.3亿美元 运营利润率进一步提升 为28.1% 同时公司还提升了全年指引 认为全年的营收增长 会在14%到15%之间 之前则是13到15 财报中 公司指出 自从广告套餐推出以来 规模不断壮大 现在 在有广告套餐的地区里面 它贡献了45%的新用户注册 是公司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这个季度开始 公司将会慢慢地 在美国和法国 淘汰掉Netflix的基础付费套餐 之前公司就发现 付费广告版套餐 单位营收要高位基础 无广告付费套餐 于是为了提高单位营收 这个部分将会逐渐移除 对用户来说 你要么付低价看广告 要么就付高价 才能够没有广告 但对投资者来说 应该是乐于见到 公司单位营收的上升 华尔街不少分析师 在这次财报前 就上调了Netflix的目标价 美国银行就将目标价 从700上调至740美元 认为公司基础业务的增长 将会持续 龙头地位和品牌不怕竞争 同时认为2025年 2026年 广告收入将会大幅增加 大漠也认为 Netflix未来潜力巨大 指出它在北美成熟的市场中 占电视播放的时间 依然不到10% 所以还可以继续蚕食 电视的份额 但也有分析指出引诱 比如ZeroHedge的文章就提到 最近三个季度 公司的新增付费用户 在逐渐下滑 未来需要看到这部分 企稳回升 才能够对未来业绩 有更多信心 RG认为 这份财报整体而言 还算是不错的 付费用户进一步上升 营收和利润都同比增长 公司也在继续扩大 体育直播 游戏和产品业务 收入逐渐多元化 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说 Netflix可以创收的地方 有很多 潜力巨大 光是热播剧的IP 就足以给公司 很多的变形空间 只是需要公司逐步开发 所以我是看好 Netflix的长期表现的 只不过 当管理层 不再汇报 付费用户数据的时候 对我们投资者的 分析难度是增加了 这也是投资这家公司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了 以上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 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此处出不易 RG认为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